最近大家在媒體上面是不是天天看到我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太多了 不會 想要多看一點是不是 其實有人跟我說 你為什麼記者問你問題之後 你都會笑一下 然後據說有人就把我記者提問之後 我的那個微笑全部剪在一起 就是說吳怡農被問了問題之後就微笑 這代表他這個對記者的提問都怎麼樣 都很不以為然 在嘲笑 我跟大家講 其實特別是面對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 或者是有記者提到對手對我們的攻擊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心中我告訴自己的就是 我們放輕鬆 開心一點 好好的回答 因為我們現在在參與的是 民主過程 民主競爭裡面 必須 必須要有的一個流程 必須要有的對話 所以我在心中就告訴自己 跟大家一樣 放輕鬆 開心一點 所以我都會提醒自己笑一下 OK 笑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麼的單純的原因 那大家看到我在鏡頭上面 可能人家問了問題 你怎麼一直在笑 其實只是這樣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 你怎麼這樣 對人家的這麼 對人家的問題 會這樣子 用這樣子的方式 態度 好像 好像不以為然 好像不喜歡 好像不開心 講得不開心 還有另外一個最近的事情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上 我上一個專訪 張雅琴 雅琴 雅琴看這些 有喔 有看到的幫我舉個手 蠻多人的 OK 還可以吧 不錯 可以喔 好 有朋友看完那個節目之後 就打電話給我 她說 啊 我都不知道 你的視力這麼的差啦 因為我在雅琴節目上面的時候 她放了一個手舉牌 上面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字 我在現場才跟雅琴說 欸 你上面寫什麼我都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 我閃光 不只近視 我閃光 我閃光 所以我看東西的時候 就是瞇著眼睛 這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 喔 原來我以前也都以為你在對我瞇眼 對我皺眉頭 看人都這樣子喔 喔 是不是很這個 很 喔 不清 喔 很什麼的感覺 是是是 是 好像又是很這個 很高傲或怎麼樣 喔 你看東西 看人這樣看 喔 就是我看眼鏡 喔 其實喔 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只要溝通 只要對話 只要說明 我們可以排除很多的誤會 我只能透過 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活動 站在大家面前 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我主張 兵役制度的改革 為什麼我主張 全面改革我們的訓練內容 為什麼我剛剛講的 這一系列的 國防安全的指導文件 是這麼的重要 為什麼消防人員 人力 是這麼的重要 為什麼一千四百個人口 裡面只有一位消防員 是不夠的 這些我跟各位 面對面的報告 也希望大家 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直接檢視我 就算對手 用不一樣的態度 好 剛剛被隔壁分心了 所以這一次我跟大家 其實我們這一次選舉主軸 跟三年前沒有變化太多 因為這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 這是我們一直在堅持的事情 怎麼讓我們的社會更安全 怎麼維護和平 怎麼更有競爭力 一次一次我們提出具體的政見 因為我希望大家透過這一張選票 來改變我們現在的現況 這個現況不是任何政黨造成的 絕對不是 我必須再強調 這不是白色陣營藍營綠營 不是任何政黨造成的問題 這個是中共 中國共產黨所造成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辦法放下 過去那種選舉的模式 選舉的操作 情緒的操作 想辦法找到我們的共同點 拉近彼此的距離 一起來面對這些這麼重大的國家問題 這是我們最大的考驗 這是我們必須改變的 我們可以對於 中山機場要怎麼使用 有不同的想法 OK 可是對於維護國家安全 確保和平 這個不可能有太多的分歧 這絕對是全民最大的共識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大家必須記得 必須認清 我們不要再彼此 你指我我指你說都是你造成的 這個我覺得 那個時候已經過了 我們現在必須一起來面對 所以國家安全當然我們需要提升 競爭力當然需要做得更好 因為世界其他國家沒有在等 您剛講的新加坡 他們也在努力的看到疫情 面對疫情的衝擊 他們也需要往前走 那我們怎麼走得比別人快 這個是我們大家必須一起面對的挑戰 海荒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